吃火鍋! 哈囉大家好 我們今天呢 就是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搬家後最常吃的 五個餐廳 我們搬來這三個月 所以我們真的很常吃 然後又覺得很喜歡的店 趕快趁健再拍起來給你們 這我們還沒吃膩之期 對 我們差不多再吃個兩個月 差不多半年就會膩了 對 因為我自己是鎖魚 就是蠻不喜歡長心 至少我覺得這一間很好吃 基本上我就懶得思考的時候 我就會繼續吃這一間 所以我覺得也推薦給大家 以下這五個食物 馬上出發第一間 我現在呢第一間就是這個 它其實就是在裝進路上 正常價位的日式料理 然後我覺得它的食材也算是蠻新鮮 因為師傅就會直接在前面做給你看這樣 然後它有分熟的又生的 推薦給大家趕快帶大家進去吃看看肉 我跟你講這邊有一個玉子燒達人 他到哪都一定要點玉子燒 讓你吃看看 它是非常挑剔的 它吃過的玉子燒 比它吃過的飯還多 對 而且因為不會太甜對不對 我點的呢這個呢就是玫瑰牛蓋棉被 它其實蓋棉被的意思就是上面有加起司 你的是 對 大王之類的 因為很多 很多料 但因為我不敢吃生的 所以呢我就點了這個炙燒的 牛肉 還有肉是算蠻好吃的 我還記得我第一箱是帶我來吃的牛肉 我覺得很讚 因為靠我最喜歡吃的這個 因為我們今天都要每次都吃得太餓 所以我們又再點了這個 綠燒的握手吃 我來看一下一個種類像 這種生食的飯 一般的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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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嚴格 我真的沒吃 只要算我吃得蠻巧的 因為我不吃醋的 醋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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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說人家搭配 我如果要帶我自己來吃 應該說是他帶我來吃 然後因為 對我會付錢 對我會付錢 然後我們會問他說為什麼 就是會帶 會叫我帶他來吃 他就說因為他覺得大學生 一個月能又吃到這種 這種就是 所以他來說就是一個 很幸福的一天 就是如果你大學生又想要靠想自己 然後吃一個褲梅 然後又大概可能花個三四百塊 兩三百塊的話 每天就可以來吃這個 因為我們大學的時候其實很強 花兩三百塊 然後想要對自己好 可能去吃個什麼餐酒館 意大利麵 但吃就覺得很空虛 很空虛 對 但吃這個不會空虛 對 但吃這個不會空虛 不知道 蝦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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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殘忍喔 好吃嗎?蝦刀達人 蝦刀達人 很新鮮 很新鮮 所以你願意就是出門 然後走路來這裡吃 十分鐘以內可以接受 十分鐘以內的話 如果外送的話更好 好的 再見給大家 吃飽了 我真的有夠飽了 來總結一下我最常吃的 就是剛剛大家都有看到的那個 蓋棉被炭火玫瑰牛丼飯 對 這是我自己最常吃我最喜歡的 也推薦給大家 然後還有必點的就是玉子燒 就是我真的很喜歡它的玉子燒 還有嗎?你呢?你呢? 我是第一次吃啊 因為你比較常吃這間 我第一次吃我是覺得 生魚片丼飯都可點 因為食材都蠻新鮮的 可吃可吃 但如果說要我之後常吃的話 也是那個蓋棉被 蓋棉被真的大 是不是可以 一直吃 可以 我大概一、三、五 就會吃蓋棉被 26不蓋棉被 所以是 對26就是吃別間 接下來要帶大家去的 好我跟你講現在真的太飽 我們沒有辦法再帶大家去吃另外一個主食了 第二間 帶大家去吃冰 GO 第二間呢 就是剛剛跟大家說 我們要帶大家來吃冰 有一點莫名其妙 對 有什麼一定要把它放進來呢 因為我們真的超常吃 對 我們在家裡會點外送 然後我們有一天意外發生 真正真的很好吃 但我們很厲害喔 我們只是一樣 對 我們只是那個東西 來 是什麼呢? 畫給大家看 草莓牛奶雪花冰 我們只吃這個 因為我們有吃過其他的 其他的好難吃 甜蜜都很難吃 有真的 但我們很喜歡它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在那個點外送的時候 它可以選很多料 我自己私心推薦 就是點這個草莓牛奶雪花冰的 就是要加麥片跟Oreo 我是加印花生 印花生Oreo 對它有超多料可以選的 來這邊這邊給你們看 這些配料都可以加 超貪心 就是吃的很爽啊 對 真的會吃的很爽 然後我們就是在家裡點的話 就支點這個 所以就今天特別帶大家來現場吃 我們也從來沒有來過 我們通常都是叫外送 印象超穿客 因為這間店還要半夜一點 它就是在空化夜市裡面 然後我們那天要叫的時候 還叫不到 然後我們還Google 然後查 欸 它還開著啊 然後就有菜我還打電話去追給老闆 然後叫老闆把那個訂單的平台打開 讓我們可以叫外送 我們吃它的原因就是因為煉乳很好吃 牛奶冰好吃 但草莓也真的還好 因為就是冷凍草莓 也不用抱太大的期待 可是我發現它門口有真的草莓嗎 所以外送只給冷凍草莓嗎 不知道我們等一下吃看看 好 現場跟叫外送有沒有不一樣 嗯 好 Go Go 登登 這就是我們平常在家的那個 標準配置 一定要有Oreo脆脆 然後呢還要有玉米脆配 脆脆 脆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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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點的冷凍 印花生 我一定會吃印花生 還有 紅衣布丁跟芋圓 它就是這樣子可以一個冰 然後可以加超多種料 我們總共加了五種料 很適合我們這種很貪心的人 嗯 對 它就是裡面是雪花冰 你試試看跟家裡吃有什麼不一樣 嗯 我不會覺得新麵草莓比較新鮮的感覺 有喔 嗯 還是之前外送都是冷凍草莓 我不知道耶 你會去問他 但我覺得今天草莓比較新鮮 然後比較酸一點 好吃還是好吃 好吃 反正我們推薦這間呢 我們自己也是有點猶豫啦 對 畢竟它是跟什麼大碗公啊 什麼之類的冰店一樣 對 但因為這次的主題就是 我們最常吃的五間餐廳 自從搬家以來 所以決定還是要如實呈現給你們這五間店 那當然其中一間就是 我們已經點超過十次的這個冰店 嗯 不管你們喜不喜歡 對啊 就推薦你們如果有經過就是中環夜市 也是可以進來去看看 就不難吃啦 對 好吃好吃 嗯 然後他剛剛要一點 嗯 而且他每個人經銷都三十 所以我們就是可以就是 兩三個朋友一起吃一碗 Share 這樣吃看看 好啦就是帶大家來吃我們第二樣 就是搬家之後最常吃的食物 我不想很心虛 不知道為什麼要來這裡 對 不知道為什麼要來這裡 就是經過可以來吃一下 如果你今天突然想吃草莓雪花冰 我覺得這一間是給過的啦 對吧 對啦 但是就是我們就都 每次都只有點一樣的東西 所以 真的不要點遇見你 哈哈哈哈哈哈 我只投那個草莓雪花冰一票 推薦給大家 嗯 那如果你們想吃很香料很香精的 芋頭 就可以吃遇見你 你不要在人家門口找到 很飽啊很飽啊 第三間 搬家之後最常吃的就是這個 小李子青州小菜 所以我也很常吃 但是真的真的超愛的就是菜男 就是我 超愛這間 它根本就是這間的信徒 一個禮拜至少會吃一次 至少有一次 對 但它其實就是很多不一樣菜色 為什麼很吸引我們咧 帶大家進去看就知道了 真的超多 你們等一下看就知道了 D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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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你搬來新家之後 你吃了幾次了 每個禮拜也要給你吃 哈哈 它就是在我們家 其實有一小段距離 大概十分鐘 對 但是它呢從晚上 下午五點開到隔一天早上六點 宵夜你突然很想要吃 各種不一樣的菜的時候 就一定會來這一間吃 真的是各種不一樣 對 從一進來就跟青州小菜Buffet一樣 對 但它就是又跟自助餐不一樣 它給人家的感覺 真的是感覺在吃盒菜 然後就是每個都可以一點點 每個都可以一點點 每個吃一點點吃一點 但不會到很大盤 分量就是剛剛好 所以就很適合我們那種貪心的人 就是想吃什麼 就點一下 然後就一小碗 一小盤這樣 推薦給大家 然後我最愛的就是這個 但是它的肥肉很肥滋滋的 就很像就是在嘉義的時候 阿嬤跟媽媽會煮的那種菜 然後都是那種很家常的 可能蛋啊 番茄炒蛋 然後還有滷牛肉 對 現在我也最喜歡哪一個 當然是苦瓜鹹蛋阿 我跟你講它很誇張 欸你是不是點了兩盤 我點兩盤 點兩盤欸 大家都知道它的熟蝦巴是怎麼來的 推薦給大家宵夜阿 或是你突然想要吃媽媽的味道 就可以來這一間小禮子 它就在復興南路上面 因為我那時候就問它說 就是有沒有最想要推薦給大家的 這一間真的就是它最常吃的 它沒有到好吃 但是我覺得它的東西就是你吃了 你會加的味道 你加的味道 你加的味道是吧 吃飽了 我覺得其實吃粥真的蠻好的 就是不會吃到很多 就我以前就是很吃白飯就會很下飯 然後就一直吃飯一直吃飯一直吃飯 但我覺得吃青粥小菜蠻剛好 就是吃完可以回去睡個好覺的那種感覺 而且重點是你還可以吃到很多很多的量 對而且它開到早上六點 可以喝完酒然後當宵夜 對 好累喔 為什麼很累 因為我們現在要介紹早餐 家裡這樣外收都可以吃到了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推薦給大家 所以我們就特地來他們的店面吃 老鐵門炭烤三明治 人家名字叫炭火三明治 炭火三明治 對啊就是在通化夜市裡面 很讚的地方是因為它開到下午三點 所以我睡到很晚 就是到中午起來還有早餐可以吃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因為它有個怪癖 第一餐一定要吃西式早餐 沒錯就是我早上來一定要吃到吐司啊蛋餅之類 所以我沒有辦法一起來要吃麵或是飯 我已經連續大概不知道幾個週末 然後每個週末都點這一家了 大推大推 而且它價格也不貴 算早午餐裡面很平價的 推薦給大家 而且我覺得它份量超大的 就是我自己在家有吃完兩個聚寶 晚上 所以吃不太晚餐 然後我點了這個它是 台東出入咖啡牛奶 我還蠻期待的 因為其實我在叫外送的時候 基本上我會在早餐店點咖啡 它不錯欸 不是爛豆子 早餐店它在讀個假假假的咖啡 但它這個是真的豆子 應該是淺焙的 我覺得它的醬很讚 給大家看它的豬排 是酥酥脆脆的那種 然後裡面有蛋 然後有花生醬 我覺得這麵條吃更好吃 加這兩隻 接下來是它的招牌 蛋餅 老鐵門蛋餅 一樣是 鋪排 我愛鋪排 超酥的 對但我沒有吃過 因為我是那個三筆汁的貼粉 所以我吃吃蛋餅 可是它的蛋餅 那一上上來就覺得很讚 因為它是脆皮的 這個蛋餅超脆的 因為我們加起司 是更香的 但我還是比較喜歡三筆汁 因為三筆汁 口感是深色這樣 我剛剛發現 它裡面有蛋沙拉 它又有番茄 又有生菜 又有花生醬 又有超多塊牛排 就是九十一塊 還是九十五 神秘值超高 你去外面看早午餐 就一個cent 就要一兩三塊 就如果第一個人吃 不起來 那麼大顆的餐 你可以跟朋友混色吃 最後一間要推薦給大家 就是日本 福州乾拌麵 我們搬家之後呢 就是校外送 很常吃這間 就是朋友來啊下午 不知道吃什麼 然後想喝點熱湯 然後想吃點很乾 我們家麵我們就會點這間 真的超常吃 我們有連續一個禮拜 然後三天的午餐都吃這個 今天呢 就帶大家就是 來他們店面吃看看 是不是跟我們家外送一樣好吃 我覺得應該會更好吃吧 應該會更好吃 都在室內吃了 熱騰騰 對 熱騰騰 因為我們送過來的時候 其實麵就是有一點脫掉 就要再加一點水拌一拌 實際吃應該會更好吃 GO 在家裡你知道 就是一定就是一個人一碗麵 然後配一碗湯 然後再一起點一個熟 小菜一分準食 如果來現場吃的話 他小菜就放冰箱 可以去拿 然後我們點的是豬耳朵 嗯 就要配麵 我的麵來 我自己的話就會加一點辣 會更香 以前小時候家裡放學 然後去路邊隨便吃一個麵店 會吃到的麵 因為我覺得在家裡附近就是 偶爾可以吃到這種東西 其實現在蠻細膚的 然後就是熱熱的 然後麵 麵底就是QQ的 然後不會太 然後味道也是不會太鹹 吃一碗麵 配一碗湯 然後吃一點菜 因為我自己是不太敢吃豬耳朵 我覺得 然後那天吃在我眼 他就說 我吃看看真的很好吃 很香 真的很好吃 就煙燻豬耳朵 真的煙燻豬耳朵 就是配麵那些 超搭 但我覺得這個搭 應該原本就都知道 只有你不知道 今天裡面這個凍合的 因為他想吃蛋 然後他有滾的 魚丸掉了 好餓喔 超毒 他好吃給他哈利 那是豬肉耶 魚肉啊 喔真的喔 那是魚丸啊 聽不懂人話 很好吃耶 我會喜歡這個 我發現 拍起來好像就會發現你是個白癡 因為這些東西大家原本就知道 真的嗎 嗯 我以為只有這間麵有耶 沒有啊 就很多魚丸店啊 真的很好吃 那給大家 他就在那個市政府的附近 不過是有人在這邊上班 我們就有經過這裡 然後今天想要吃個 中式的 小麵 我可以來吃 真的是小麵喔 我哪很便宜 很便宜啊 因為我們等一下小碗吃得爽快 然後其實我覺得 小耳菜麵就很厚 太難推薦了 太難推薦了 半熟炭 蛋包 蛋包 這樣 你弄成這樣好醜喔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要一個人吃完全部 很好吃欸 這個湯流出來 就是這樣喔 蛋花菜 哈哈哈哈 現場吃跟在家吃的感覺 有全部不一樣 因為他呢 都放到冷飄才吃 對 好 好的 就是以上這五天 是我們搬家近三個月 最常吃 也就是我們 其實都還蠻推薦 蠻喜歡的餐廳 推薦給大家中式的麵 然後有宵夜清桌小菜 然後有早午餐 還有什麼 還有凍飯日式的食物有沒有喜歡 還有冰 喔對還有冰 欸我們介紹的很齊全欸 對 就是各種都有 對 如果有想要看我們在推薦 什麼類型的美食啊 或是哪一個區域的小龍路啊 直接哪些美食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最後最後記得訂閱 按讚加分享開啟小鈴鐺 掰掰 真的是清桌小菜 然後不吃那種外面 你想吃家的味道 你有什麼不回家 我媽不會煮飯 哈哈哈哈 那吃的完嗎 吃的完 吃的完 對你蠻厲害的 看你那個下巴 沒有下巴 哪有下巴 我就知道 我就雙下巴我就知道